六月是投资人非常关注的超级股东月 明天是台积电 台积电要交出他们的最新财报 接着是长荣刚的改选董事 这个是攸关接下来的板块争夺 长荣兄弟细强 真枪实弹的第一仗 历经了六年的专业经营 长荣集团也让投资人看到了成绩 如今经营权之争在一起 一句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但问题是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呢 好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周 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股东周 因为超过246家的厂商 在今天这一周召开股东会 这些厂商加起来 当然包括台积电 也包括刚刚讲的华硕 还有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被动元件的厂商国具 还有其他叫台硕三宝 都在这边开股东会 所以真的股东会是抢抢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最关键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所最想讨论的事情 当然除了台积电股东会 要了解一下未来台湾半岛的 也趋势之外 其实大家在看一件事情 就是长榮钢铁在6月10号 他就要正式展开股东会的 一个动作了 当然这一次的双方 其实势均力敌 以目前为止 长榮兄弟总共占了四次 那么2018年那一次 就是占的是所谓的 长榮文教基金会 这部分后来因为法律诉讼的关系 最后是大哥派获胜 但是我要特别提议的是 这一次张榮帕文教基金会的 改选当中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郑申池 因为当时为了整合所有地理派的 这个人量的时候 他们请郑申池来争取 长榮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所以这一意义其实 这个大哥打得非常的辛苦 而且是董事长闹双包 最后是由法院来判定 是由这个哥哥取得的一次胜利 但是接下来因为 这个郑申池进来之后 似乎双方的气势开始改变了 最关键的一刻 就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 当时攻击的对象 就是长榮帕持继基金会 这个是持有了5%的长榮股权 也都间接的持有长榮皇宫 跟立榮皇宫 但这一战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做张国正 张国正其实他们拥有了 比较多的股权 这个部分在2020年8月份 当时也闹出了所谓的双包 但是最后是张国正来胜诉 主要因为他拥有了九席的位置 大哥跟弟弟们的一个尖锋对决 弟弟是两胜一负 现在大哥他胜在 张榮发文教基金会 接下来决战哪一关 结战巴拿马长榮国际 这个是最重要的海外金钥匙 好 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 因为巴拿马长榮国际 却在法律上面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那么弟弟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 拉得很高 他明明知道 巴拿马长榮国际拿不下来 但是他目的是在告诉台湾的政府说 巴拿马长榮国际的这个股权 是有纠纷的 到时候在这个长榮海运 在投票的时候 要限制巴拿马长榮国际的投票权 如果真的会这样的话 那代表长榮国际所持有 就不是巴拿马长榮国际 所持有股权 很可能就会把长榮海运给拿下来 但是最关键点就是长榮钢铁 如果长榮钢铁在被任何就哥哥 或弟弟谁拿到的话 其实就主导了未来长榮航空 跟长榮海运的命运 今天明明现在提到的就是 六年来一路走来 长榮集团是专业经理人质 他也交出了一个 让投资人觉得满意的成绩单 现在金银泉风暴再起 一句话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用在这沧海桑田的六年 再恰当不过 但问题是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关键点就是郑森池 我们要先把郑森池这个名字 先提出来 我们再讲这个背后理由 你知道张榮发在 2010年过世的时候 他曾经有一纸遗嘱 这个遗嘱非常特别 他有两个重要的讯息 第一件事 张榮发名下所持有的股票 债券跟现金 全部只给一个人 就是张国伟 哥哥们通通没有 就是大房通通没有 这件事非常的特别 第二件事 他直接下令要求 所有的高级的经营团队 拥护张国伟成为 长榮集团的总裁 这个事情其实早就有封闻 长子张国伟还说 他不排斥 就是把这个所谓总管理所给撤掉 但是这事情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在2月16号的时候 2020年2月16号的时候 这个遗嘱就是大家都看完之后 因为太争议了 怎么可能爸爸的钱 全部只给二房 没有给大房 当时律师说一句话说 没关系 我们回去一个月的时间 好 你们要怎么想 我们再来讨论 好 就放出这句话 没想到两天后 张国伟直接冲到了 长榮总裁的办公室 把所有的秘书什么 这些高级官员全部来开会 我今天就是总裁了 他开始行使总裁的职权 我是总裁了 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你们不要去管哥哥们 就是我 结果没想到 这个刚刚讲的郑申池 因为郑申池代表的事情是 他太太的两个小孩 那两个小孩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说外孙 他代表这位外孙 冲进了总裁办公室 直接对张国伟嗆 他说凭什么让你当总裁 当总裁也是你哥哥 据了解说他的声音非常的宏大 态度非常的坚决 你知道张国伟本来气势很强 遇到这个 郑申池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之间张国伟就说 好啦 如果真的要你们拿走 那你们拿走可是爸爸的意思是我 那你知道吗 当时的这个郑申池 他立刻就站在张国伟后面 拱了张国伟来做这个董事长 那事情应该结束了 但是没想到在2018年 这个辞教经济会的改选之后 郑申池出来了 而且这一次看起来 这个郑申池对于长荣钢铁 特别有兴趣 但我要特别的一件事 一定要提醒大家 郑申池曾经背离过这个长荣 当时他背离长荣的时候 还把长荣的第二把手 带去了华航 当时说他要扶持华航 来对付长荣航空 这件事曾经让张文发 非常非常的愤怒 这就是郑申池 所以郑申池过去做了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 那现在问题来了 好 我们就问问一件事 假设这是由郑申池 所主导的长荣国具 真的拿到长荣钢铁 甚至未来问鼎的长荣航空 跟这个长荣的海运 那是4000亿的一个大的集团 都是郑申池来负责吗 那下一个木曜 那你张国正 张国明 还有当时跟你翻脸的张国伟 你怎么面对振申池呢 所以本来是一个 所谓的专业经营人的一个经营 到时候变成是一个大乱斗 大家会觉得一个 这么重要的企业 变成这么纷争 可以接受吗 所以长荣钢铁这一战 哥哥势必要想办法拿下来 你不值得 他心里在没钱 这个邓很长荣的 那是一个 这些烟灾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